吃什么在影响男性的雄风答案肯定是高瞳 你想号称男人的加油站的生蚝里面含有的鑫 就是促进高瞳生成的成分 包括健身群体补充的新美片也是异曲同工 但是好像指望着生蚝自补你可能不太现实 一来很贵二来就算很便宜你也不能天天吃 你指望他身上那点心可能还不如去买三块钱一瓶的芯片吃 这里也映射出了人类逃避自由的倾向 其实没有太多外在的东西可以增加你的能力 外缘性高瞳对男性那方面的功能是没有影响的 内缘性也就是你自己产生的才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是锻炼身体不补心 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对时长和快乐程度起到影响 心理学的东西呢以后再说今天主要讲内分泌 高瞳主要来自于雄性动物的膏丸中 其次是动物的肾上线网状带 以及雌性动物的子宫和胎盘 无论男女雌雄大家都要生产高瞳 因为生产发育和维持身体运行都离不开它 高瞳在人类的整个一生都起到着很重要的影响 高瞳水平低会对人的健康产生许多负面影响 比如它会影响你的骨骼和肌肉的密度 也会影响你金针菇坚硬或者持续时间的程度 还会影响人的注意力记忆力空间辨识能力 在心脑血管健康中它也起到着很大的作用 如果把人阉割掉或者其他因素导致高瞳水平过低 后果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比如它会让你更长寿 自然界中死性动物的寿命普遍高于雄性 而在阉割后的动物比如老鼠猫和狗的身上 可以观测到寿命会明显增加 在人类身上也能看到这样的结果 人们在对韩国太监和意大利阉割歌手 以及美国堪萨斯州精神病院的一些病患的统计发现 去世者的寿命比同时代人的寿命会长出14到19年 因为样本有限可能会有些偏差 不过能够延长寿命是一个事实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雄性激素和人类寿命是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的 这一点在表观遗传层面上也有发现 科学家做实验发现它会对生物的DNA产生影响 在对阉割绵养的研究中有发现 它们被阉割后会延缓动物的DNA甲低化的速度 怎么理解这种延缓呢 就是生物的DNA会被主入情绪、致癌物、压力等因素的刺激改变其表达方式 通过这种改变 科学家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它来测定生物体内部的衰老水平 这种方法被称为表观遗传时钟 它可以在分子层面识别出生物的衰老年龄 而高酮的减少恰恰可以延缓DNA甲低化的速度 这也是高酮对动物寿命影响的另一个证据 高酮的原始意义就是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在青春期前 熊激素水平会达到一个小高峰 它会对人的体味、毛发、骨骼生长和成熟 起到着正向的促进作用 人们曾经对一个在八岁时被阉割的人做过X射线 发现其骨猴并没有闭合成功 正常成年人都是要闭合的 因为已经停止了发育 而高酮的缺失则延缓甚至停止了这一步骤 可以这样理解 高酮是人体发育的一剂强心针 它会加速骨骼生长并给人在力量方面提供化学动能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高酮水平差距一般说是20倍 而我查了一些更详尽的资料是 男性高丸中的兼制细胞每天产生的高酮大概是7毫克 而女性没有高丸 其他组织所产生的高酮总合为0.25克 也就是说就分泌量而言 男性是女性的28倍 循环高酮也就是与结合球蛋白结合的高酮 男性是女性的30倍 总体就雄技术而言男性在这方面是绝对迅猛的 所以男性的肌肉和骨骼也要比女性更发达更有力量 而相对的他们在寿命方面也要付出代价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统计数据 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68.4和73.8岁 也就是说男性平均比女性短寿5.4岁 而且不论是婴儿轻壮年还是老年 男性死亡率普遍要高于女性 而这五年的差距可能有一部分是高酮的功劳 就感觉他在透支雄性的寿命 以此换取力量来保存自己的基因 包括自杀率就世界平均而言 男性也是高于女性的 这里面会有很多其他因素今天不做讨论 总而言之男女差异在各个方面都有体现 虽然人为的降低高酮会延长寿命 不过高酮水平过低会有许多副作用 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阉割者身上发现脊柱突出这一问题 这是低高酮的副作用 骨骼密度无法承受身体压力 同时也在亚洲阉割者身上发现雄性雌化的表现 它们的乳腺会下垂会增大很多 不仅如此前列腺也会极致的萎缩甚至消失 在对清朝的26名太监的检查发现 它们的前列腺小到几乎化为触及 前列腺它本身就是要依赖雄性激素来维持的 否则就会减小甚至消失 当然可能也是有用尽废退的关系 不分泌前列腺液就萎缩了也是有可能的 大自然是不喜欢浪费的 在幸福指数上高酮减少也会有负面影响 高酮的缺失会影响情绪容易产生抑郁 包括器官的坚挺程度也是需要依赖高酮的 所以虽然减少高酮能够增加人的寿命 但同时它又会带来许多风险并减少很多人生乐趣 所以和那几年低质量的寿命相比 更多的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高质量的幸福生活 所以其实自然而然的才是最好的 每被自然人工去干预 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包括使用科技增加高酮会有严重的依赖性 以及很多不可逆的身心损害 所以幸福生活就是放弃执着 去拥抱那些自然而然的东西 比如运动美图或者心灵的安宁 不管你有多少肌肉有多少性都能 你都是配得上这自在美好的一生 我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帮助我现在在美大的 fueledek視乎 好朋友 我帮助你帮助我保护会